支持我們持續修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 請like、subscribe和share 多謝大家 開埠以來,香港作為殖民地 擁有著西方的言論和出版自由 當中香港的報業,百多年來 多次在國內不同政治環境之下 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而在這段歷史裡面 香港報業實在經歷過不少 艱難的時期 在香港開埠初期 以英文報刊為主 到十九世紀末 隨著華人數量增加 中文報紙就陸續出現 1853年 香港的第一份中文月刊 《夏爾冠真面世》 及後,因應商業及航運業的蓬勃發展 香港船頭貨架子誕生 後來還演變成《香港中外新報》 不僅僅是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 還是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 香港的報業在中國的報紙上 是扮演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角色 以我的觀察 它最主要有三個很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就是承仙啟後 承仙啟後的意思就是 將西方的報業透過香港的經驗 發揚光大 第二就是溝通中西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 香港的報紙 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橋樑角色 而第三個更加特別的 就是它有一個角色 支援了中國的黨派活動 第一份的革命黨人 在香港辦的正式報紙 就是1900年的《中國日報》 孫中間先生在第一次 廣州月味革命失敗之後 就離開了香港 他在1997年就來到日本 獲得日本當地的日本人 支持他 他們已經計劃策動第二次的起義 這次起義就是日後出名的 1900年的維州之役 在這個策動革命當中 他們已經開始安排 招集革命致使、籌款 同時也考慮到宣傳的問題 在1899年底 他的革命夥伴陳少伯向他提出 希望去香港辦一份革命報紙 孫中山先生 又將菲律賓革命黨人所給的贈款 拿來購買印刷機器 將印刷機器寄到香港 攝影軍 緊張色氣力 更超會 更超會 雷神 慢慢來購買 被人使用 了很多行政策 儲承全都頂禁 以及伶責責自然 極意 发展影响非常深远 社长陈少伯对中国日报有这样的描述 中国日报社唯一创始之公然革命部 亦革命过程中一继往开来之总书纽也 中国日报的创立主要是孙中山先生 经历过伦敦蒙难事件而引起 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 孙中山先生辰转坐船去到英国 就在1896年10月11日 孙中山先生当时被诱骗 拒禁了在清政府驻英公事馆 时机一到将会被秘密遣返中国处决 请你做个事吗 被禁锢几天之后 孙中山就请求试馆内的工人 帮他传递信息 给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 康德黎 康德黎知道孙中山被禁锢之后 就立即跑去清政府驻英公事馆刑狗 他守执求救书 这是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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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有守卫和翻译出来英门 但是就否认公事馆内有禁锢孙中山 是孙中山 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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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 Dr. 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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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黎愈是向英国报章揭露事件 结果引起了全国极大关注 当时在报章的舆论压力之下 清政府唯有释放孙中山先生 伦敦梦难事件之后 由于英国的报纸和世界各地报纸的报导 使得他成为中国著名的革命家 因此他开始了解到这种新闻 报业革命宣传的重要性 当时中国日报的出现 也带动了其他鼓吹革命报纸的创刊 1904年有《广东日报》 1905年有《所谓报》等等 而南华早报也都在这个革命的思潮下诞生 1903年 謝赞泰和英国人黑灵漢创立《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是当时唯一一份支持革命的英文报纸 经历了112年 是香港现时仍然出版的报纸当中 历史最悠久的 《南华早报》创刊时命名为南清早报 目标读者群为英国人以及中国人 而中国人之中主要以重商为主 由于当时英文报纸不需要受新闻审查 因此消息比较通达 并得到一批华人读者的支持 《南华早报》在反对清政府 扶朽统治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这不仅因为谢赞泰是一个革命家 编辑部里的一些英国编辑 对中国革命也是持支持和同情态度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在谢赞泰主政《南华早报》时期的报纸 是有软推革命的功效的 创办《南华早报》的谢赞泰 是当时香港的商与精英 他出生于澳洲色尼 十六岁的时候 跟随支持革命的父亲来香港 二十六岁的时候 谢赞泰绘画了一幅《时局图》 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幅政治漫画 引起了社会很大的回响 这幅《时局图》以猛兽的形象 展现当时西方列强想瓜分中国河山的局面 后来谢赞泰更在画的左上方提示一首 沉沉陷随我中华 哪知爱国即爱家 国民之省金而省 莫代土分列次卦 谢赞泰是香港首个论政组织 富人文社的骨干成员 富人文社取名于论语的一句 以文会有 以有富人 以开通文字为宗旨 主张推翻满清 建立新政府 富人文社的旧旨 就在现在的白子里公园 富人文社的旧旨 就在现在的白子里公园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中国的改革 换句话说 他就是为了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在谢珍泰创建南华早报的时候 他已经放弃了暴力革命的思想 所以他也没有打算把南华早报扮成一家极端主义的报纸 1907年 谢珍泰离开南华早报管理层之后 在政治上也逐渐变得低调 1938年 谢珍泰因病离世 长迈博富临到基督教坟上 20世纪初香港的报业可以蓬勃地发展 原因之一是殖民地政府对于申请办报要求并不是那么严格 当时在香港登记办报 主要是向华文政务司处的报纸登记官 缴付一笔保证金 同时登记报主 印刷 出版人 和总编辑的名字及地址就可以 不过当时报纸的出版 要面对另一种压力 香港小日报 是香港的第一份有共产党背景的报纸 1929年5月6日诞生 报社就位处于上环云咸街53号 不过香港小日报出版不到半年 已经遭当时港英政府封查 香港小日报出版的时机其实不是那么好的 因为生港大罢工的一个主要组织者是共产党 所以港英政府对共产党是有相当的戒心 《金文泰》本身对共产党也是相当不信任 它在任期间都是相当处视共产党在香港活动 所以香港小日报一出版之后 就会被政府而不是监视 半年之后被查封 报馆被封查的经过 由华侨日报的编辑吴霸玲所记载 题为警探星夜封首香港小日报 1929年9月5日夜深一时 警探到达该报编辑布时 该报员工仍在工作间 各警探如临大敌 然后一涌而上 经过两小时后 将全部八名员工压回警署 所有文件 家私 杂物 一律解除发落 不过五八零的这批首稿 全部都被华文政务司署 盖上此稿不得登在的印章 可见当时的风暴事件 港英政府是不想公开的 其中一段副题 封首原因 清楚道明了整件事的背景 香港小日报 为共产党宣传机关之一份子 政府以深色该报 为共党之宣传部 故由以政局 以缺该报 为不能再港传立之必要 香港小日报 终于只是出版了 一年零两个月就停刊 但是风暴事件 至少被人知道 当时殖民地政府 对管制报纸的权力相当大 1937年 中日战争爆发 香港也经历另一段 严谨的新闻检查 当时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取态 是想保持中立 所以报章一律不可以用 日寇、敌军或汉奸等名词 战争期间 香港政府为了不想得罪中国 也不想得罪日本 于是严格监控中文报纸里面 可能会引起两国不患的词语 信息、段落 因此在报纸上往外出现了打交叉 空格甚至整段是空白 或者整个格是开天窗的情况 著名的宇航诗人大望书 在这段中日战争期间 正任职星岛日报复刊 星座的主篇 大望书写有一篇散文 切切切实实地记载了当时新闻检查 对报人带来的烦恼 然而星座也并不是如所预期那样顺利进行 给予我最大、最多的麻烦的 是当时的检查制度 在星座上 我虽则竭力避免 但总不能躲过检查官的不常 有时是几个字 有时是一两节 有时甚至全篇 这种麻烦 一直维持到 我偏星座的最后一天 三年的日常工作 便是和检查官的冷战 1941年香港淪陷之后 大望书更被日本献兵逮捕入獄 饱受酷刑 到了1942年6月 星岛日报和当时相当畅销的 香港华智日报被合拼 改名《香岛日报》出版 1942年6月1日开始 日本政府用白报纸恐慌为理由 将香港的报纸合拼 但我们研究所得 其实这个政策 是日本本土都实施了很久了 它就是要控制报纸的言论 越少报纸越好 所以香港的报纸由11份合拼做6份 合拼之后的6份报纸 包括《华侨日报》 《香岛日报》 《东亚晚报》 《南华日报》 《香港日报》和《大城报》 合拼之后的报纸 我们看到它港文的内容 差不多是千篇一轮 自己采访的新闻就非常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很多地区 还有日军驻守在控制住的 由中日战争爆发到香港淪陷 当时就只有《华侨日报》 一直没有停刊 就连日军正式占领香港的第二天 即是1941年12月26日 《华侨日报》都有出版 1月8日我们看到它那篇射论 明显是开始负敌了 倾向日本那方面 现在有邦日军为了东亚新秩序的共荣 对香港进驻 遂行军事行动 这是有邦日军 为我们解除整百年痛苦的功绩 不过在同一天的富刊 《华侨日报》就流露着爱国之情 富刊有一篇文章叫《香槐》 其实是一种很深深的 我们体会到它是令人想起故乡的美好 望百云而思故乡 读了古人一句诗词 我更生出无限的怀香感 亦都是对比这个铁蹄下生活的香港情况 是乡间的生活实在太好 终于到了战后 报业又另有一番新景象 在战后英国人就回来了 重新建立政府 香港的报业也是报入了 一个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 背景就是共产党人就刚刚建立了新中国 另外国民政府就退守去台湾 两边的阵营都很需要利用报纸去宣传一些东西 所以香港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报纸 另外来说 那个年代亦是我们的电影 亦都报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所以有很多关于明星电影的资讯 亦都要透过一些娱乐的报纸来报导 战后的时候我们除了有早报之外 我们有晚报 另外还有中午报 是几乎每一个小时都有报纸出的 所以战后这个时代 的确是我们在报业上的一个非常辉煌的时刻 一天前香港共有46份报纸 战后五年香港报章已增加至85份 文字和相片记载着不同时代的西微变迁 回顾过去 香港报业往往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下 发挥它既独特又不可取代的角色 优优独特又不可取代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